世部爹国会议员郭肃沁发表反对强制清真认证的言论备受争议 但首相安华政治秘书阿兹曼认为 没有必要强制所有餐馆和食品公司必须获得清真认证 阿兹曼在接受当今大马采访时表示 虽然他欢迎宗教部长莫哈莫纳因提出的建议 但他坦言获得清真认证的过程非常繁琐且费用高昂 他指出这也是为何许多餐厅业者 包括马来人拥有的餐厅 尽管提供清真食品 却对获得清真认证不感兴趣 申请清真认证的费用昂贵 要求严格 因此很多餐饮业者 包括马来人经营的餐厅和公司 虽然出售清真食品 却并不愿意进行认证 阿兹曼还呼吁各方停止 将此问题政治化 他表示 我发现有些人 试图将这一问题与种族和宗教联系起来 为了获取政治利益而发表言论 实际上 宗教部长纳因提出了建议 郭素庆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进一步解释了清真认证 与提供清真食品之间的区别 举例来说 虽然在马来西亚的马来餐厅提供清真食物 但有超过90%的业者并未获得清真认证 作为一位前餐厅业者 阿兹曼对这一问题有较深的了解 他呼吁所有在野党籍政治人物 停止将此事演变成政治课题 社青团团长余立文批评 乌青团团长莫哈莫·阿克马 在清真认证课题上 对郭素庆发表了 带有性别歧视和丑女的言论 然而 他这番言论随即遭到阿克马反击 并劝告对方先去教导行动党领袖 如何友善沟通 余立文在昨日的声明中表示 尽管郭素庆反对强制申请清真认证 阿克马应通过证据和事实进行反驳 而不是进行人身攻击 他强调 阿克马的言论不仅显露出 性别歧视和丑女的倾向 而且非常无理 这种行为对民众 尤其是对我国的青年来说 是一个不良示范 余立文还提醒阿克马 郭素庆是一位资深的议员 自1999年以来 担任了六届国会议员 他认为 郭素庆提出的只是选民的担忧 即使不同意他的观点 也应通过事实与证据 进行理性讨论 而不是贬低他的地位 领袖们将在内阁讨论 这一重要课题 因此不应炒作或政治化此事 如果对某项政策有不同看法 应通过成熟的方式进行讨论 而不是贬低年长者 他还建议 政治应以成熟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 以树立良好的社会榜样 特别是对青年 他认为 作为国家领袖 应该建立沟通桥梁 说明问题 而不是制造分裂 对此 阿克马通过脸书回应 提醒余立文去了解 是谁首先挑起了这一课题 并建议他教导行动党的领袖们 应有礼貌 不要插手伊斯兰事物 或挑战伊斯兰议题 阿克马表示 我们可以与任何人友好相处 并且善待那些友善的人 他还补充道 但如果你没有品格 就让我们来告诉你 什么是真正的无理 警方已接获28宗 针对郭素庆发表的 清真认证言论相关投报 并计划于今早时时 在五级阿曼刑事调查局 特别调查小组 USJT办公室 传召郭素庆进行问话 对此 郭素庆表示 尽管他认为自己 在此次争议事件中并无过错 但他将按计划 前往警局录取口供 他强调 若全面阅读和分析他的声明 内容并未涉及 三二 种族 宗教和王室课题 郭素庆在接受网媒 Scoop采访时表示 他已经在声明中 做出进一步解释 相信这些解释 能够缓解所有疑虑 他指出 我的声明只是反映 基层人民所面临的问题与担忧 这是作为国会议员的职责之一 此前 警察总长拉扎鲁丁在受访时说 还有其他数名证人 包括来自大马回教发展局 Jackin的代表 将被传召前来陆供 已驻查此事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 郭素庆发表的言论 涉及三二 种族 宗教与王室的课题 因此 他将由警方负责调查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MCMC 目前只是协助调查工作 张念群昨日 在半山巴Postshop便利店 主持推介活动后 接受采访时 不便对此多做回应 他进一步补充 通讯部将根据需要 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以确保所有相关问题 得到妥善处理 张念群还强调 行动党在此事上的立场 应以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的 公开回应为准 国家诚信党主席 莫哈默杀布指出 郭素庆关于清真认证的观点 仅代表他个人的立场 并不能反映我国 作为全球清真行业领导者的 整体地位 他表示 郭素庆的看法 只是他个人的意见 类似的问题 每周都会出现 但最终都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莫杀布出席 2024年农业 原意集农业旅游展 MHA筹备工作媒体 参访活动后 向记者强调 尽管郭素庆的立场 引发了一些争议 但政府始终坚定 维护清真认证标准 确保国家 在全球清真市场中的 领先地位 每周总会有人提出问题 但这些问题都会过去 重要的是 马来西亚依然是 全球知名的清真中心 国家诚信党领袖 拉马沙米 对政府推行 强制清真认证政策 表示质疑 认为这一举措 可能对餐饮业者 特别是小型和中型餐馆 造成额外负担 他质问 为何这些过于热心的 种族和宗教拥护者 他们如此急于 在全国所有餐馆 推行清真认证 拉马沙米指出 清真认证涉及的成本问题 可能使许多餐馆难以承担 他强调 清真认证的缺失 并不等同于餐馆不干净或不健康 并呼吁伊斯兰发展局谨慎行事 不应过度推动强制清真认证 他说 考虑到成本 清真认证应该是自愿的 不能给非马来餐馆 和中小型马来餐馆增加经济负担 此外 拉马沙米抨击了首相安华 对郭素沁言论的反应 指责其在宗教问题上玩弄政治 并呼吁安华阐明团结政府的立场 他表示 强制非穆斯林参馆取得清真认证 是不可接受的 并支持郭素沁继续发表意见 不应被外界压力所吓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